这个是重点 好 现在我们在里面再稍微加一点绿 这个它的叶子的颜色是在不断变化的 有些地方从最亮的地方开始 它比较浅 再往上走就开始变得比较深 好 在里面再来勾一点点这个绿 好了 来 往上锁 这样的 好 锁上去 好 现在先不管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 因为现在我们画的这个颜色非常的非常的浅 它是没可能在这个深的这个颜色里面也加入一点浅色 让它们尽量的这个 这种靠边的东西呢 不要让它非常的抢眼 因为需要抢眼的东西是这个兔子 好 现在呢 这个把周围先搞定了再说 那现在开始加入更多的绿 好 这个画的时候把这个笔放平 好 一片叶子就产生了 让它旁边有个亮 这是暗的部分 亮的部分 再加点水 加点水 让它变浅一点点 然后在旁边 再给它 把它另外一部分叠上去 那中间的这个叶脉呢 也已经产生了 这个 用同样的方法 这些叶子 只要把笔放平了 在上面 好 有些地方伸 稍微 这个 好 有叶尖尖 叶子的尖让它出来 所以像这样 一看它才像个叶子 不然的话 这种东西看起来像油条 好在呢 它本身延伸出去 正好被这个花给挡了 看不到这个叶子的尖尖 这叶子的尖尖要出来的话 也得是在这儿 好 所以这个尖尖呢 让它 有几个代表性的尖尖 我们就知道这是一堆叶子 好 现在 这个 加点水 然后 加更多的滤进去 这个颜色是不断地在变的 现在我们 在 这个 这些 花的旁边 开始 还有包括叶子的旁边 开始加入深色 然后花的那个杆呢 就直接留白 旁边一个深的 这个 左边一个深的 右边一个深的 中间留白 那个花的杆 自然就出来了 好 现在我们 继续用这个颜色 来 在 这两个 这个浅色之间 开始加入一些深色 但是 让它有些层次 所以 感觉到里面 好像 叶子很多的感觉 所以呢 我们用 这个笔尖 去 对 你